国内多个非政府组织挑战华文小学以及戴米尔小学使用母语作为教学没介语 实属违反了联邦宪法的案件再有新进展 上诉庭三思今天一致裁定 五多元流小学受到联邦宪法条款的保障并且获得承认 因此没有违宪 马华总律书拿独章声文形容 上诉庭的裁决相当明确 错请各方接受判决不要再上诉 经过多年的审讯和上诉 以上诉庭法官拿督苏邦联为首的三思 今天连同另外两名成审法官裁决 华文小学和戴米尔小学使用母语作为媒介语教学 是受到联邦宪法条款保障 因此没有违反宪法 法官今早宣读判辞事指出 根据宪法第152-6和第160-2条款 华旦小不属于公共机构 因此使用华语和淡米尔语作为教学媒介语 并没有违反联邦宪法 而且他们也认同高庭在2021年裁定 华小和淡小是在宪法第152-1-B条款 受到保障的裁决 案件结果出炉后 教育部副部长林慧英也随即在国会 发表谈话 指教育部对有关裁决表示欢迎 Kementerian Pendidikan Malaysia mengalur-alurkan keputusan Mahkamah Rayuan pada pagi ini sebulat suara menolak rayuan yang difalkan oleh 4 NGO yang memohon untuk mengistiharkan penggunaan bahasa Cina dan Tamil di sekolah vernacular tidak sah menikut Perlembagaan Persekutuan maka sekolah jenis kebangsaan Cina dan Tamil akan terus beroperasi dan menggunakan bahasa Cina dan Tamil sebagai bahasa pengantar untuk pengajian, pengajaran dan pembelajaran secara sah di sisi undang-undang dan dilindungi oleh Perlembagaan Malaysia 对于上诉庭的裁决 Mahuah公会总秘书 拿都张胜文形容 这是 Malaysia多元流教育的重要胜利 同时强调这一场官司 并不是要分出胜负 而是理清华小和淡小的合法地位 而且这一次的判决非常清楚 没有任何的这种模糊的地带 也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 法官的看法 上诉庭的看法 就是华小 华淡小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 而且是在我们宪法底下受到保障 所以我们希望说 从此以后 各方都应该接受 这个这么清楚的一个判决 也希望大家不要再去上诉 不要浪费大家纳税人的钱 多个非政府组织 包括伊斯兰教育发展理事会 全国作家协会联合会 大马穆斯林联盟 和大马穆斯林教师联盟等单位 分别在2019年11月和2020年2月 入禀吉隆坡和吉兰丹哥达巴鲁高厅 寻求法庭判决 华小和淡小使用华语和淡米尔语 作为教学媒介语 违反宪法 马新社电视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